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服务31年的港交所交易大厅于2017年10月27号落下帷幕 原址将在明年重开并命名为香港金融大会堂 用作展览之用 以纪念曾经的辉煌年代 包括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刘一祥 证监会主席唐嘉诚 港交所主席周松港和行政总裁李小嘉等均受邀出席告别仪式 1986年开幕的联交所曾设预签交易柜台 根据港交所数据 在2000年1月 银行和经纪商被允许在公司内完成所有交易活动之前 有22%的交易活动是在交易大厅内完成 之后随着自动对盘系统和电子交易数码化后 使用率一度缩水 至2007年已下降到1% 港交所是亚洲各主要证券交易所中最后一个关闭交易大堂的 此前伦敦 东京和新加坡皆已经关闭 而目前唯一上存的纽约证交所交易大厅 也仅被作为宣传推广之用 2017年 香港的股票市场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除了代表一个时代的交易大堂被关闭之外 恒生指数重返10年前的高位 截至2017年9月底 香港股市总市值约为3.96万亿美元 在香港交易的2060家公司市值总额排在全球地期 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启动 也为内地投资者买入香港上市股票启动新通道 并进一步刺激香港股市 据政府数据显示 总体而言 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取得了稳健的利润增长 特别是中资企业 今年更是达到两位数的增幅 前路就是全片 letzt 前路是隐藏开는 但是梦腆 没关键 очки 前路是隐藏能量 文物 additionally 明年应正式 难道